当大家都在关注疫情发展的时候 有多少人注意到了 在4月7号这一天 高等法院这一个二审宣判 他几乎被淹没在 不断滚动更新的疫情新闻当中了 我们看到这位父亲 他站在高等法院门口 发出了他最沉重的控诉 非常失望 心情会非常沉痛 还没有办法平息 这种变态杀人谋 手段这么凶残 明媚临线 改判无期处刑 是没有办法符合社队期待 对驾驶也是非常大的伤害 这种恶徒一定要让他 以示永简得责 一定要判他急刑 这样才有 对社会才有公理正义可言 他是被害人小原的父亲 他的女儿在2018年的5月31号这天 在台北市的华山远区遭到了杀害分尸 而杀人凶手就是当时在华山大草原 举办活动的射箭教练陈伯迁 他在一审遭到了判处死刑 不过到了二审法官却因为认定了陈伯迁 他不但自首攻出了整个犯罪的经过 并且还带着警方找到了尸款 使得原本没有积极证据的警方 得以明确的侦办 所以从死刑改判无期处刑 这个改判在当天引起了社会冤化 痛逼这个判决根本就是为了废死 所做的超前部署 而高院还为此特地发出了 这张声明新闻稿 解释他们改判的理由 在这份声明稿当中 明白地指出 陈伯迁他在2018年的6月17号晚上11点钟 就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派出所 坦承他犯案 因为在他坦承犯案之前 拥有侦查权限制限 也就是警察或警察官 并没有客观的证据 可以指向被告人犯案 所以陈伯迁他符合自首的要件 好 这是高院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曾经关注过 这起重大的社会案件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 在小文失踪的这段期间 陈伯迁他的可疑行径 事实上就已经引起了小文的爸爸 还有警方的高度怀疑 我们访问了实院忠孝东路派出所 主管的林俊叶 我们来听听看 在陈伯迁认罪之前 他们之间的这一段对话 他出事了 他不讲话 我说我认为这一切都跟你有关系 他也不讲话 那我就跟他说 那不然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你现在可以不要理我 你就离开 反正就不是我嘛 对不对 你抓得到我再说嘛 反正我没做啊 第二你觉得你有话想告诉我 然后我给你三个小时 你回来找我 那法律上能协助你的 该保障你的权利 陈伯迁在出事了 该保障你的权利 我会保障你的权利 他说好 那你给我三个小时 我做了这么多者 都没有遇到一个说 你给我三个小时考虑的 每个当下都把他讲不是我 对啊 那再加上他的审理寄证 再加上我们之前的事证 其实当下明确应该就确定 听完了这段对话 你觉得陈伯迁他被怀疑了吗 他是警方眼中的犯罪嫌疑人吗 我们再来看看 刑法上面有关于 自首要件怎么认定 所谓的自首呢 就是侦察机关 还不知道有犯罪事实发生 或者是虽然已经知道 有犯罪发生了 但还不知道到底是谁犯案 在这种情况之下 犯罪行为人 他主动的道案说明 这就叫做自首 但如果我已经知道 这个案子是你犯下的 不过你在被我抓到之前 你主动道案 这叫做投案 这是我们一般人 对于自首和投案之间差别 的法律认知 结果二审法官 给我们上一堂法律课 就算是陈伯迁他设有重贤 但是只要警方或检方 手上没有客观的证据 能够证明人就是他杀的 那么最后他自己承认了 这都算是自首 当然自首一定是一个 法外态恶的概念 对 他认为说 如果你去自首 都是真心的悔悟 真心觉得自己做错了 所以让法院都给你减刑 可是演变到后来 变成投机分子 或者是心存侥幸的人 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减刑 比方说在侦察机关 可能怀疑是他的时候 或者是他觉得证据的指向 最后都会到他身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才被迫 或者是这时候他才不愿意 这时候才不是一个 真心悔悟的情况下 去承认他是那样的 一个犯罪行为人 这时候法官要让犯罪行为人 用自首规定去减刑 个人以为应该不可以用 自首的规定来去减刑其刑 请您看一看 这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 过去一年多来 为了让凶手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二零一八年六月 华山大草原聚集了许多野青众 这里是他们口中的华山自治区 位处市中心的画外之地 本是一文活跃的场地 但一栋栋手工搭建的草堂 却成了夺命草屋 参加弓箭课程的年轻女子 随着刀起刀落 三十岁的人生嘎然而止 爸爸妈妈很痛 真的 而且到最后据调查的结果 其实陈伯倩他就是非常 聪明的一个犯人 其实他做的每一步 都是有经过计划 他真的是让你丝毫看不出来 他有任何的情绪 或是任何的不对劲吗 看不出来 他杀了一个人 然后他还把他处理掉他 所以他才 他可以这么的 所以他才需要与世隔绝 他才不可叫化 不是吗 因为等到有一天 如果我们有被判死刑 我们有被枪决打掉的话 那时候我来出一本书 我的沉默之路 杀人犯的告白 他当初承认杀人的时候 他就是所长 跟他细思说杀人构成 然后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他不直接 接着他杀人有什么不对的感觉 攻剑教练成了人险的杀人犯 他心思缜密 冷静 视人命如草芥 该怎么突破他的心房 让他说出一切 2018年5月31号下午3点多 家住新店的小文 这一天一生轻便 带着随身包包 拎着笔店出门了 一如往常 出门后的小文 走过住家附近的小吃店 准备去搭捷运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没有回家 当在晚上12点没有回来 我就觉得很大事 即使晚回来 我们知道说他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会打电话问他 然后是他也会打电话回来 就是很奇怪 妹妹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回来 可是她有打电话 电话在家里 然后他就发信息给他 当然没有回来 三十岁的小文生活单纯 平时总往图书馆跑 也很喜欢参加各种艺文讲座 我喜欢搬自别人 喜欢搬自洛事 他是真的是一直在当很多志工 然后他常常会投稿以后 有一些杂志就是我 关于股息保存这方面 即使是参加艺文讲座 女儿也不曾那么晚没回家 连个讯息都没有 太反常了 这一天夜里 小文的爸爸辗转难眠 我虽然躺在床上 可是我 其实那天整个晚上都没睡着 好像大约两三点的时候 不太退休 突然那个乙症心跳 然后我第一个念头就出事了 突如其来的心慌跟心神不宁 这种强烈的不安 以前从没有过 会是跟小文有关吗 可是不想去哪里找 他们手机也没有带 他的手机密码又改 一大早就把妹妹叫起来 说这个手机你想办法 把它解开 然后就去他平常会去的地方 去找 他们两个都很要好 所以彼此的同学或是朋友 大概多认识 家人问遍了所有小文的朋友 找遍了所有小文可能去的地方 就是找不到人 最后的希望 就剩下他的手机了 解开了以后 就是看到说 他原来带了笔电 去帮某一个人 说请他带笔电来帮他打资料 这一查才发现 原来小文在社群网站上 报名了攻剑课程 攻剑课的老师 请他帮忙打企划案 5月31号当天 他就是带着笔电 去了华山大草原 家属在被害人的 联书账号上面 因为有看到 野巨草堂的网页 有联络过的资讯 也知道他说 他28号 29号 30号 31号 都有去野居草堂 那再加上 对话记者里面曾经有讲过说 被害人会带电脑去 陈贤那边 帮他制作一些文书资料 联络最后一个对象 也是这个陈伯谦 这个攻剑教练 叫做陈伯谦 已婚 他在华山大草原 打造的一间野居草堂 平时他都在草堂里 教授攻剑课程 小文因为对艺文活动 很感兴趣 几天前他报名的课程 认识了陈伯谦 赶快找他来问问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那第一时间 被害人的妹妹过去 跟他了解的时候 起先 这个陈伯谦 他是有点 在推脱 假装好像 不知道 还是忘记了 这个事情 忘记了 可能吗 明明前一两天的课程 人有没有来 他怎么可能不清楚 那后来他妹妹在出事说 这个 你曾经有跟他 有对话过啊 那陈伯谦就反复 好像忽然想起来这样 然后才说 有有 他当时有来过 陈伯谦跟他说 被他人家离开的时候 跟他讲说 我电脑先放你这 等我明天有空再过来 所以他最后一个见 也是陈伯谦 说出晚复啦 那疑点重重 第二天我们去 去布洪谷 小文的爸爸 曾经任职保尔总队 第三大队的小队长 几年前才刚退休 四十几年的紧直经验 让他直觉陈伯谦有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我跟他谈话三个钟头 吃到他讲话前后呼应 有没有 我在他脸上看不出 有失望的那种不安啊 就是不对的意思 整整三个小时的训问 陈伯谦没有不耐 没有不安 没有焦虑 还很热心地回复每一个疑问 但看似冷静应对的背后 不对劲 他又改口说 他只是跟他打个招呼 把东西积乱到这里就走了 我说连踏进来 你一步都没有 他都没有 为什么不踏进来呢 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啦 不是说来帮忙打资料吗 怎么可能东西放了就走 不止如此 陈伯谦还说 小文那一天在华山草原 参加完讲座 凌晨三点多就离开了 我说怎么可能 凌晨三点多才要走 最主要是他说 他要骑优拜回家 我说他没有带优卡 吃人不可能骑优拜 他又改口说 跟小文冲击四个人走了 陈伯谦说的每一个线索 小文的家人都仔细去查 但查证后都证明 陈伯谦没说老实话 谎话连篇 陈伯谦到底想要隐藏什么 但是小文的爸爸回想起 找寻孩子的这段期间 尽管陈伯谦的说辞反复 但是他很积极地帮忙 打听小文的下落 如果小文的失踪 真的跟他有关 他干嘛这么积极 所以过程中 他又有传讯时的这 被他人说你在哪里啊 家人很关心啊 不只在群组里逐一询问 陈伯谦还在社群网站上留言 要小文赶快回家 但小文的爸爸 注意到一件怪事 就在他们发寻人启事的同时 陈伯谦的一个表情 透露了不寻常 像我们有做那个寻人启事 在6月8号的时候 我们拿给他 说可不可以障害在这里 他说不可理啊 他说我可以收起来帮你问 结果我那个朋友在旁边 他说你知道他刚刚的表情是什么 好像很安乐 我说他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牵住表现很热心吗 一直要帮我打听什么什么 对啊 我是没有看到他表情 那朋友看到他的宣言都要听 其实我那时候 知道心里还是 不想打草惊蛇 好 不能打草惊蛇 但是陈伯谦恐怕已经发现了 小文爸爸对他的怀疑 问题是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小文的失踪 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所以警方依法不能够启动 任何的刑事调查 只能够就失踪人口来办理 小文爸爸他自己是警察退休 他当然明白也能够理解 警方必须依法行事 但是同时间他也是一个父亲 他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做呢 于是他自己挑下来办案 他把案发现场附近 所有拍出所的监视器 通通掉出来看 但是却没有看到 女儿离开华山的画面 这一点发现非常重要 那就代表着小文 其实人一直都还在华山 但人呢 小文爸爸于是偷偷地 暗中跟肩陈伯迁 他记录下来 他每天做了什么事情 跟谁见了面 有一本笔记本上面 记得密密麻麻的 表面上陈伯迁 他的作息还是很正常 但是还是让小文爸爸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 那么多天呢 都没有等到你的消息 那其实我们全家人 只希望说 可以报个平安 我又没有那个资源可以支柱 我们真的是像无头汤一样 像大海绕阵一样 找不到我的小汉在哪里 一字一句都是妈妈的痛 小文的妈妈站在华山草原上哭喊 墨镜下的双眼 泪水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她只希望宝贝女儿赶快回家 这片草原是最接近女儿小文的地方 后面的草堂也曾经留下小文的足迹 但好几天过去了 小文依旧笑得不明 妈妈心都要碎了 求生拜托都没有用 只是告诉我的平安 可是她不知道在哪里 平安的原因 让我不知道她有信息出来 完全都没有 我们做家人 爸爸每天找了 每天去看监视录影 那就是找不到她的行踪 没有找到她妈妈 妈妈整个人都崩溃了 因为已经失踪五天了 失踪五天 有时候想一想 人也会活不了 一转眼一个礼拜过去了 依旧无消无息 家人悬着的一颗心 始终放不下来 尽管他们知道 陈伯倩肯定跟小文的失踪有关 但该怎么证明 你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来讲 你何必要说谎 我问他为什么要说谎 他说我的确有骗你 他常常就讲这句话 我的确有骗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面对家属的质疑 陈伯倩只要答不出来的 他就选择沉默 最后干脆避不见面 他的一个一个谎言 不断被戳破的时候 他的深情反应 就是越来越紧张 到后期他是 几乎不太愿意跟家属 还有警方接触 厂长只要看到我 他就跟那个客人 一直聊天 聊到说 故意 故意 不敢跟我讲话 就是就逼着我 尽管家人已经报了警 也知道沉默前大有问题 但是小文的案件 被归属在失踪人口 并不符合紧急查询的要件 再加上小文已经是个30岁的成年人了 现阶段要警方以刑案的规格 来启动调查确实有难度 也无法无据 其实好几次我都跟朋友说 难道要我自己来办案 但总不能两手一摊 只是等吧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小文的爸爸 每天就在华山附近 大街小巷的绕 试图找出华山草原 周遭的每一个镜头 因为每一个镜头 都可能拍下关键画面 所以附近拍过什么键游器 我都去看 当时我们调游监视器 是几乎把整个华山包起来 有可能离开的出口的键游器 我们都看过了 日夜不断地接轨 我们都有经历在做一个调游 看不到华山 那你看铃声那一支 还没有一个影像 能够证明他离开了华山公园 上完厕所 也是一样回到华山公园区 就没再出来 他曾经有去周遭的编销商 这个领钱跟购买物品 我们调游监视器 他几乎我们看 他没有离开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 这个陈贤色安程度非常高 如果按照陈伯谦的说法 小文真的离开了华山 怎么可能没有半个监视器 拍下他的影像呢 但小文若人还在华山 他能藏在哪里 陈伯谦的草屋 有可能藏人吗 他野居草堂就是一个 差不多两三平大的 一个木屋空间 里面摆设出了 它的工具层架 还有一张拼堂的床 那以及这个工作座之外 它其实没有其他的出屋空间 那也没有其他的地下室 所以一进去我们出木所及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里面确实人没有在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接获现报 一名女子在网路上控诉 陈伯谦使乱中期 有一个女子在网路上控诉说 她把有陈伯谦的孩子 那陈伯谦就避不见面 然后现在孩子要出生 她还是始终避不见面 妹妹有跟她起了联系 因为我们想说 从她周遭的人 是不是可以得到说 我们女儿都能去 但那个网友对她 骗到孩子都生下来 她还说要告她行人跳 那这时候我就跟爸爸讨论说 那会不会其实陈伯谦 她本身对男女交往这部分的分析 其实她就是比较放纵 会不会里面跟她发生了什么关系 或者是被她强迫 发生了什么关系 但是因为被害人她比较单纯 那可能不晓得怎么面对家属 是不是陈伯先把她安置在 什么地方 我们跟家属讨论的结果是 警察先不去主动 正面乐团量 所以我们想从侧面再去 收集更多的事件 就怕打草惊蛇 反而让小文身陷险境 家人也找上了真心社 小文的爸爸除了找真心业者协助外 自己早就埋伏在华山周遭 监视着陈伯谦的一举一动 结果打电话给他爸爸的时候 我打电话 喂 我说是怎么了 你在睡吗 没有啦 我现在在华山这儿 我队一队两天了 我都队两天 你没回去 我没人睡在这儿 他就是看看说 看你们有没有出力 有没有被软禁 或是有没有别的被害人 有境无处的 他盯了至少四五天左右 他记了一本笔记本 记满满的 他怎么我就记了 自前去住他就队 便利商店 要插的蛋他就记了 是不是有共犯 他里面有进出什么人啊怎么样 其实住戏迷 我们是自探不如 跟踪埋伏记录了好几天 他们发现陈伯谦白天教弓箭 晚上会跟朋友在草堂聚会 偶尔也会有女性友人 在草堂过夜 看似正诚的作息 却从没看见陈伯谦离开过小屋 我晚上出饭都跟妈妈送 洗澡上这个楼都在草堂上那边 你说把一个人关在山堂里面 把他饿死 他一跟着你 你也不能不去看他 这有一种结果 就是不好的那种结果 看着陈伯谦在草堂里的日复一日 小文却音讯全无 家属心灵的不安越来越强 于是他们找上了民间搜救队 希望搜救犬能够闻出那些 肉眼看不见的蛛丝马迹 2018年6月10号晚上11点 名为林志玲的搜救犬 在教官陈欣伟的带领下 沿着华山大草原周围开始搜索 几天前下了一场大雨 教官原本还担心经过云水冲刷 会把小文的气味冲淡 却没想到林志玲在带着教官绕过了整个华山大草原后 走到了这间小木屋旁 漆黑的夜里 手电筒的灯光打在小木屋上 这木屋就是陈柏谦的野居草堂 凌晨两点多 林志玲在草堂旁不断地徘徊 又发现了 教官立刻下指令要他赶快再找找 却没想到这个时候野居草堂的大门打开了 而凯门的人就是陈柏谦 眼前的陈柏谦态度冷静 面对教官跟搜救犬三更半夜找上门 他没有丝毫惊讶的神情 陈柏谦不仅气定神闲地跟教官聊天 甚至还大方地让搜救犬进到屋内 他有闻到味道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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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闻到的 对 里面的味道比较明显 对 对 对 这个很明显 他这里的保留比较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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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 在陈柏谦的脸上挂着笑容又吻必达 看起来就像是个热心帮忙的好心人 但这个时候搜救犬突然有了反应 这样 这里面很明显 搜救犬爬上了陈柏谦的床不断地闻 甚至还有试图要爬蛙的迹象 但陈柏谦在一旁依旧冷静 教官一看一会把搜救犬带走 因为看到这一幕 他心里有谱了 教官说搜救犬一进到草堂里 对着屋子里的一只绿色军备箱 还有陈柏谦的床特别有反应 他直言他们要找的人 小文已经遇害 就搜救犬跟我讲过 去过之后他跟我讲说 他两个人在里面遇害 叫我去注意那个箱子要地毯 他的反应很激烈 可能脸被埋在地毯底下 从小文失踪的第一天开始 所有的状况当爸爸的 心里都已经预想过一遍 总统的迹象让他知道 状况真的很不调 但若搜救犬的搜索为真 他总得把孩子找出来 因为他知道搜救犬 可能不寻常 搜救犬 有时候一个看地毯底下 一个看箱子 小文的爸爸 再找上了陈柏千 他进到草堂里 查看了陈柏千床铺下的地毯 却没有发现有任何被挖掘的迹象 那箱子呢 赶快找找 搜索也跟我讲说 他可能被装在箱子了 这个军备箱 它是大概差不多长 一米二左右 宽大概六十公分 那这军备箱 因为它也 厚度也蛮厚的 可是我那天气了说 见满后见到箱子 房子里面没有箱子的 箱子不见了 箱子怎么突然不见了呢 陈柏千说 他也不知道 可能是被偷了吧 但接下来这个问题 他就无法继续狡辩了 因为小文爸爸找到了 陈柏千的朋友 证明小文失踪当天 明明是跟陈柏千 一块喝酒聊天的 那么为什么从头到尾 陈柏千 他只字不提阶段经过了 小文爸爸甚至直接问他 你是不是杀了小文 陈柏千 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在台北市 蒙甲的青山宫 是万华当地许多人的 信仰中心 这里供奉陈安尊王 相传十分灵验 这些业者炮哥 在跟小文的爸爸联系后 心里总觉得不安 当下他在青山宫 替家属求了签 当时他心想 也许陈安尊王 能够给家属一点指引 那我就把他的事情 聚心明义跟他说 就抽一字看看 不得了 下下签 我们就可以解签的看一下 他就摇摇头说 感觉上 要回家的机会不大 会不会是舌平听错了 不信邪暂时一次 这支 下下签 我心里就更慌了 更毛了 庙里的签筒 一百多支的千支 能连续抽到两支 下下签的几率有多高 再加上家属 找上民间搜救队 搜救群的教官 也指指小文凶多吉少了 但怪的是 前一天 搜救犬教官还指指床铺 箱子有问题 却没想到小文爸爸再去找 箱子 却不见了 我就跟箱子讲说 我是放在外院 然后不见了 被偷了 要找的大型军备箱被偷了 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此外 家属也从小文的筆店里 找到了许多不寻常的地方 他的筆店 留言记忆也都被他删除了 包括网易留言记忆也都被他删除了 但是帮他做的车 企划案他也都被他删除了 请人帮忙打企划案 怎么还把资料删了 难不成企划案只是一个借口 那等于说他用一个西甲的那种企划 骗他来 等于说跟他相似也很好 或是对他有好感 或是心怀不轨 巨性不良那种味道 所有侦察手法 小文的爸爸都试过了 他们还找上了陈伯谦的朋友 更发现小文失踪的那天晚上 是跟着陈伯谦 跟他的朋友一起喝酒 但陈伯谦却只字未提 反正他没有办法解释我什么 他都不讲话 选择不讲话 我说那喝完九年 他是不是被你杀了 都不讲话 以前他会自闻其说 这些当然他没办法讲的 这个发现狠狠打脸的 陈伯谦这十多天白的说辞 他一再胡扯的谎言 奇怪的反应 可疑的举动 所有的断点都在陈伯谦身上 让很多疑点在一起 他就是个大问号 你如果说今天我们调到了 这女生离开了 那当然这一切就全部都不公自破 但是没有啊 我们发现整个症结点在他身上 但是该怎么让他开口 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 他是没有看我的 我做这样子 那他就做这样子 他眼睛就是只有看得见 我一开始先问他说 他知不知道他去哪 他说他不知道啊 他就跟朋友去啊 他又很着急啊 经过了姐姐的密集观察 陈伯谦的习惯 警方早就清楚 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开口 我说那你觉得你都记清楚了吗 他跟我说他都想清楚了 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 大比方说他那天晚上 跟谁在一起啊 去那边喝了什么 然后他一开始就说 他跟朋友在我这边喝酒 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说 他跟别人离开呢 他说他记错了 我说好那我现在 再提醒你一次 你应该都记清楚了吗 他说对 我说那你们那天喝什么酒 他说他们就喝了白酒加啤酒 混着喝 我说混着喝 那喝完呢 他说喝完就行U-bike 离开了 我说不可能啊 啤酒加高粱 我都走不回来了 他有办法行U-bike离开 你不是呼隆我吗 然后他说我记错了 他是被一个女生带走 他说这个女生我不清楚 我不认识他 我说你怎么会把 你认为 不管是你的学生也好 或者是你觉得 跟他互动不错的女生 交给一个 不认识的女生带走 他说我这边 不能留女生过夜 我不喜欢留女生过夜 我说可是我曾经看过 如果小姐待到快天亮了 他就没有说话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 陈伯谦的冷静开始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不安与焦虑 他跟我对他的过程 完全没有看过 我完全全没有看过 你跟一个人讲话 怎么可能不看他 跟一个人警察在问你事情 你怎么可能不看警察 那时候六个月 刚好我们在二楼 那没有开冷气 那其实刚好那天 穿他们原住民的服装 可以看到他呼吸很急促 他那衣服的晃动 其实是很大的 表示你很紧张 我当时来跟他说 他出事了对不对 他不讲话 我说我认为这一切 都跟你有关系 他也不讲话 不然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你现在可以不要理我 你就离开 反正就不是我嘛 对不对 你抓得到我再说嘛 第二你觉得你有话 想告诉我 然后我给你三个小时 你回来找我 他说好 那你给我三个小时 依照警方的侦办经验 案子若不是你做的 当下肯定就会有所反驳 但陈伯谦不仅 没有替自己辩解 还说要给他三个小时 难不成是心虚的吗 再加上他的生理机症 再加上自己的事症 其实当下很明确 应该就确定 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来是给他时间想清楚 好好交代案情 二来也是测试 他会不会有什么行动 所以当他一离开 我就打电话给死者的妹妹说 你们赶快去跟着他 他一定会有动作 他是回去 就找两三个朋友 在里面讨论案情 大概九点半 然后才开始收东西 也因为这样子 家属看到他在整理东西的迹象 整理东西 这几个字 让警方有所警觉 该不会真的要逃了吧 看一看时间 三个小时快到了 警方立刻到草堂带人 却没想到引起的冲突 他动出 小姐我们没有打你 你放手 你冷静一点 你刚刚有什么动作 你自己知道 对 我们都落下来 我们都落下来 这不能比啊 我刚过去的时候 他现场也会女性 有人比较激动 他一直跟我们吵说 为什么我们怎么可以 我们怎么可以带她走 我们怎么可以说她是坏人 跟警方起冲突的这名女子 就是曾经在陈伯谦草堂里 过夜的女子 他激动的情绪 跟陈伯谦的冷静 成了强烈对比 然后就是找我去说明一下 要不要想 我喝醉了 我喝醉了 准备上警车的乘锣前 遇上了友人 仔细观察他的表情 监管警方在旁催促他 他仍是气定神闲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 该面对的 他闪躲不了 他那个认与不认的界线 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他也知道 他没办法再撒谎 他一直觉得说 他一直可以用很多理由 来唐猜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他不晓得 我们已经租了 出遇他这么久了 一再明确地跟他表明 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 所有的断点 都是在他身上 我觉得有些时候 可能是法网灰灰吧 让他用轴去掉了 认了 陈伯谦终于开口了 但是他的攻速 却让警方的心力 更加沉重 当下我真的不晓得 怎么跟家属开口 过程中 其实被害人的爸妈妈 都在抛手 当下其实 夫妻两大概都知道 女儿发生遭遇不幸了 但是夫妻两又很怕 对方担心 所以都不敢跟对方讲 我从监视器都还可以看到 他跟妈妈在那边 有时候有时候在那边安慰妈妈 然后妈妈也自己下跟我说 叫我不要跟爸爸讲 等于说可能状况不好 那他也希望 不要让爸爸担心 或是伤心这样子 你会觉得心很痛 但是你不晓得怎么跟他讲 你看到那一幕 他们双方都还可以安慰彼此 然后挤出的那个笑容 抱着那最后一点点的希望 那你叫我怎么去毁灭 他们这最后一次的希望 我也是大概平复了十几分钟 我才有办法跟他说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很敬佩家属 通常自己的家人 遭遇这种事 电视上最常看到 就是家属去追打他 但家属那一天没有 当场没有骂他 没有打他 配合我们警方说好 他们就远远看 妈妈冲击当然很棒 很多人都说 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坚强 我如果再不坚强的话 这个家就 没有人坚强了 所以我就放下去了 判了十多天 等到的尽是最让人伤痛的结果 小文的爸爸忍住伤痛 毕竟这个家 还得靠他撑下来 我说实在是 没有办法原谅这一个 这么可恶的人 永远不可能原谅他 为什么要杀害对方 陈伯倩一手回掉的 一个幸福的家庭 现在得要他赶快交代 小文的下落 因为这不只是警方 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就问他说 那目前这个尸体在哪边 那他就跟我讲说 他丢到阳明山上 那你怎么样再送他 我说你有汽车吗 他说他用机车 那我说机车不可能 我说你要背着 那么大的一个人 你这样也太刑目了 他说我把他分了 陈伯倩冷血地说出了这句 把他分了 他交代了整个犯案的过程 5月31号晚上 他将被害者灌醉 企图侵犯他 结果遭到了抵抗 陈伯倩竟然就将小文给勒弊 尸体还藏在草藏里头 长达三天的时间 后来是因为发现 警方可能已经盯上他了 所以他才会动手分尸 而最后将尸体分成了七大袋 丢到了阳明山 后面一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这危险 为在阳明山后山 庚子坪附近 人烟寒致的山区 成了陈伯倩的气势地点 你这东西往上啊 大规模地搜索 耗了八个多小时 每一次的发现 都重击着家属的心 一代是所大的要感到 他曾经有担任过 这个生物社的成员 他有研究过这个解剖学 那等于是他将一体 藏在他屋内 藏了将近三天 那但是家属 在6月1号 2号 3号 不断地去找他 所以他认为说 放在这边非常的危险 他才用心一起念 那是到二兵 这个法医做一个相连 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才发现他身体的部分组织 是有缺陋 他才坦诚 他将这个部分组织切除 拿用简单袋藏房 为他的住家 据这个陈伯谦 他说的话 他是说这个 为了收藏的用途 所以这个是相当令人发指 陈伯谦用最残酷的方式 带走了小文 家人想都没想到 当时透过媒体 请大家帮忙找人时 他们正后方的野居草堂 就是夺走小文性命的地方 床铺下燃血的塑胶墊 气势用的绿色军备箱 沾染被害人DNA的一把鱼刀 每一个证据仿佛印记般 控诉着陈伯谦的所作所为 他当时承认杀人的时候 法医所所长 跟他细事说杀人的过程 他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然后法医所说 他说你杀人还笑得出来 所以这段话 我都在法庭上都有讲过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说 这段的时候 他从中正一分局 送到地检署 我们到地检署去等他 他一下车 他那个态度就是一副那种 非常的不耐烦 但我们靠着他非常紧 还听到他 一般来讲如果你犯了这个事情 你可以装无辜 你犯了这个事情 你已经被警察抓了 你到时候很多人到地检署 是会腿软的 面对记者的大征仗 他不是 他就是觉得很烦 好像我们挡住他的路一样 还听到他在那边遮遮 他完全没有一个罪事感 他完全没捡到他自己是有犯罪的 所以呢 一从头到尾他不认为说 他做了一件坏事 从求学到求职 大部分的工作 都没有办法满足他内心的需求 唯独在华山草堂里 教授弓箭课程 他才能做自己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确实是拿到了他的成就感 所以等于说 他最后是有点抛家气质 就是自己一个人 住在华山那个地方 等到你一回到家里的时候 太太对他来讲 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为有咖啡 因为有些家庭的开支 你要照顾小朋友 这些世俗的事情 对陈伯贤来讲 他就是不愿意面对 他就不想回到现实 他就想回到 他自己的小宇宙 在华山里面 我到底在这中央 他都跟家子道歉了 这个女孩子 其实跟他认识也不过 是几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根本双方的接触 也没有到说 男女之间的感情 但是陈伯贤 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完全是意图对他性情 然后他不愁 然后就是才杀了他 那最后你在法庭上面 很多你听到他讲的东西 其实就是开脱 陈伯贤 我觉得他手段也蛮凶残 残暴了 没有连性 如果下跪道歉 就可以 没有行者的话 那需要法力跟法恩干嘛 每个人杀了以后 我就下跪道歉就好了 陈伯贤开庭时 向家属下跪道歉 但他的说辞反复 开庭时他否认性侵 他说他跟被害人 是两情相悦 事后却又改口 说是被害人 知道他已婚 先勒他的脖子 他才失手杀人 因为他已经杀了妹口了 好像是他讲的就算是 他如果是一个男子 和他丈夫 敢揍敢当 不需要 把一个很单强善良的人 就把他拼过来 其实他在法庭上面 一直在狡辩 他一直说有一叫Erik的人 Erik办的这个案子 那只是Erik 跟他们这个group 就是有一些往来 但是Erik是谁 他们不知道 他根本也交代不清楚 在案发当时 我们就已经想到 会不会有这个共犯 我们当时就已经花了 非常多时间在做查证 确实是没有人协助他 那包含他后来 只称了这个犯贤 也没有办法证明做 他是这名男子 有没有共犯 第一时间检警 就已经彻底调查 但陈伯贤却改口说 人是Erik杀的 他说Erik威胁他 要对他的家人不利 他才帮忙处理尸体 一肩扛下杀人重罪 但怎么找Erik 陈伯倩却说不出来 为了证实Erik是真有其人 陈伯倩画出了他的长相 也指认了照片 法院甚至还传唤了照片中的人 却还是找不到陈伯倩口中那个Erik 不仅如此陈伯倩还改口 他说他之所以会认罪 是因为他在征讯时被人恐吓 他说他被羁押在台北看守所时 曾经跟朋友提过这件事情 希望法官能够调阅当天的录音档 来证明他的所言不假 原本是要用来证明陈伯倩说辞的一段录音 没想到一听下去 却听到了人神共奋的一段对话 好 刚刚我们说到了 陈伯倩主动地向法官申请 要勘验惠特的录音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意外会听到陈伯倩 他在惠特的时候 竟然还谈笑风声 感觉对自己的官司 他相当地有信心 陈伯倩甚至还提到 等到他出狱之后 他要写一篇杀人魔的告白 一定可以断信 而从这一段对话就可以断定 这一个人他根本毫无回忆 于是台北地方法院在一省 将他判处死刑 陈伯倩每次出庭 说法一遍再遍 他说他没杀人 是被人威胁才可认罪 因此他向法院申请 要听会客录音 然后听了以后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了 听一切没有 他就跟同学谈笑风声 那些报纸都是论许的 编造很多情节 你帮我把那些报纸 都能收集起来 除以后的写一篇 那个沙拉摩的告白 我来赚一桶金 后来他又讲说 其实也不用了 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我来收集这些资料 都很容易的 一直讲说 我在监狱里面过得很好 大家对我很好 很OK 你们不用担心 两个人一直有点 濕怒那种感觉 难怪他要撤回的时候 不要听了 从他们会客谈话的过程 他也不会觉得他 杀人有什么不对 2019年8月5号 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依强制性教故意杀人罪 判处陈伯倩死刑 陈伯倩超伯倩太死刑 你有话说吗 很符合社会的期待 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凶残野蛮 没有人性的一个杀人谋 根本就是在那边 没有回忆嘛 他就是患难的情节 也讲了好几个版本 一开始他把那个 患难的过程 都推给死者了 妈妈听了 气愤倒不行了 我夸昏倒了 但是以他的角度来讲 虽然大家听起来 是很荒荡不惊的 你怎么会是两情相悦 人家跟你认识多久 我怎么会去 去找一个Eric Eric到底是谁 但是对他来讲 他就是不停地try 不停地尝试 事过的就是你的 顶多就是事不过而已 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个法官 才姓的话 那这条路他就走通了 走通了之后他就没事了 没事之后出来就写书 很多罪大恶极的 你叫他杀人 或许他有办法 你叫他去开枪 或许有办法 你叫他去知警 他做不到 因为他时间过了 他会回到一个良知的状态 但是陈伯倩有没有 陈伯倩没有 他就把整个都做完 然后放上他的小摩托车 载到了阳明山上面 沿途丢紧 这些事情可能几个小时 可能到达一天的时间 你要一直维持这个精神状态 没有崩溃 那你想 陈伯倩是可能还有良知吗 小文爸爸说他好几次梦见女儿 就在他的床边哭 仿佛是在跟爸爸说对不起 因为没有听爸爸的话 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不幸 这样的梦境 让小文的爸爸更加的内疚自责 他没有尽到保护女的责任 现在他能够做的就是 要让社会知道 陈伯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可恶的人 虽然一审判了死刑 但是非常担心 案子上诉到的二审 会发生变化 没有想到 小文爸爸担心的事情 真的发生了 看着宝贝女儿的照片 小文爸爸陷入了回忆里头 手中这些照片 是一家人好几年前 到宜兰玩时拍下的 照片里大呼笑得灿烂 一家人聚在一起 总是最美最甜的 没想到幸福生活 却在野居草堂里被狠狠撕裂 从案发至今五百多个日子里 家属每天都活在悲痛之中 妈妈好几次都不想活了 我们那时候大概有三个月时间 每天都要两个人陪着她 整天二十次想要陪着她 不过我都直接放不下 妈妈怎么会伤我放不下 我到这儿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小文爸爸说 他们试着靠諮商 宗教走出伤痛 但谈何容易 小文的名字在家里 成了不能说的那个人 甚至连她的东西都被收光了 只留下几件衣服 因为大家都没把握 是否承受得起思念的伤痛 然后她一个同学 两次梦见说她很难 叫我们烧衣服给她 那时候想说那些衣服 那时候还有六十几件 过了大概一两个月 她跟我们说她梦见 梦见查到说跟她讲说她很难 叫我们再烧衣服给她 然后我们又烧一次了 过来这些都留了一脸 都没有丢 是因为不晓得我 因为我连梦见说她很难 小文爸爸说 就在破案没多久 她也梦到小文了 梦到她在我床边哭 我跑起来找 过几天又同样的梦到女士 去问人家说 她为什么在我床边哭 她说她在跟我说对不起了 她说没有听爸爸的话 这一听小文的爸爸 心都要碎了 她永远忘不了 女儿离开家的那一天 因为平常我们想说 她也不会去不良场所 至于没有尽到完全的责任 把小孩交好 照顾好 台北市政府在办的 应该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 那知道说竟然那边 堵了一个沙烈的恶门在那边 司机说 荒原之心真的是不可无 为了女儿 为了这个家 小文的爸爸要争取一个公道 于是从一审开始 尽管每一次的开庭 对他们来说都是备受煎熬 但是她一定会到 她会这样的 一心当伐 二心当伐 三心抵护 三心抵护 很多人担心 所以我们每一庭都要到 知道判死权在那边 想办法就为自己脱罪了 我一定要让社会知道说 这种人到底是好可恶 这种要求一个公道 人类回不来了 生命消失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好 更多的节目内容 您可以上网YouTube 搜寻订阅 台湾起述 更多的节目内容 您可以上网YouTube 搜寻订阅 台湾起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哪里 是 这些簇章 请不吝点赞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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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